我是被你求情的鳥 得到的愛愈愛愈善 除了練唱還要抓緊時間彩排舞步 民眾黨總統參選柯文哲 售票演唱會下午三點登場 他坦言緊張到睡不著覺 那昨天晚上會不會睡不覺 昨天晚上會不會睡不覺 昨天晚上會不會睡不覺 因為我是醫生 安靜要給自己吃 藍波老師現身陪拜拜 祈求演唱會順利 柯正銀雜重金禮聘專業舞者跟老師 教柯文哲唱歌跳舞 畢竟實體票一張要價台幣八千八百元 堪比韓團 請藍波請那個鄭之明 就是請五月天的 五月天的音樂 然後那個蔡依林的舞群 應該要唱幾首歌 應該是十首吧 算一算柯文哲一場演唱會 線上線下門票收入 加周邊商品 保守估計可進賬破五百萬 只是演唱會特別來賓 傳出將找來館長陳之翰 這個要看他們 他們主辦單位的安排 沒正面回應或許就怕 再被醜女生意商選情 但近期因為嗆民眾討中共打 宣布退出國民黨的基隆市議員 中共中創民眾黨的形象 以及柯文哲總統選舉 剩下的題目下一次再來 政治題下回再來 柯文哲眼下難題先準備開唱 洗哪更多年輕選票 三立新聞王家宏 我們不知音討報道 不是緊張是焦慮 為什麼焦慮 擔心見不起我們 不是啦 這個人家還是專業 這個 我本來以為 啊 國軍一笑 你知道 就隨便 問題是那個 後來 後來我們這個公司 負責的公司 哇 這卯足全力 這個還請藍波 請那個鄭之明 就是請五月天的 五月天的 五月天的音樂 然後那個 蔡依林的舞群 天啊 這搞得規格太大了 好 可以聽到 柯文哲其實是坦言說 其實這不只是緊張 他可以說是相當的焦慮 不過因為這一次演唱會 其實也傳出說 柯文哲將找來的特別來賓 是館長陳之翰 會不會擔心說 讓自己的演唱會扣分呢 畢竟先前 這個陳之翰也是深陷說 這個性別歧視的爭議 再加上說 柯文哲最近 也是仇女的爭議纏身 會不會擔心 反而替演唱會 造成負面影響 柯文哲是說 這都要尊重 主辦單位的安排 主辦單位邀請 什麼特別來賓 他們就會請誰 以上是我們在現場 掌握到的最新狀況